成本不用十块钱就能做出 可以让全家吃饱饱的家常下饭菜 朋友们你喜欢哪一款呢 今天提到用豆腐和五花肉 给大家分享一道百吃不利的家常下饭菜 五花肉我们稍微给它冲洗一下 我们买五花肉偏肥的来比较好 可以炒出少许的猪油 洗好的五花肉我们把它切成薄片 大块一点没关系 切薄一些 韭菜来上一小把 前面这一点老梗给它切掉不要 这点口感不好 再把它切成长段 拍几瓣蒜剁成蒜末 这豆腐我们把它切稍微大一点的块 今天我们用的是嫩豆腐 它的口感会比较好 接着我们把料汁给它调好 准备大半碗的清水 加点胡椒粉进去 来上一勺的蚝油 一勺的生抽 还有一小勺的淀粉 用筷子给它拌均匀备用 铁锅烧肉淋上点油 我先来把豆腐给它煎一下 铁锅我们要先把它给运好锅 豆腐下锅后 我们记住要先给它来一点盐 让这个豆腐有点挤味 再把锅给它晃动一下 让它受热均匀 我们用中火来给它煎制 煎得快又可以做到外焦里嫩 好一面煎的差不多了 我们给它反过另外一面来煎 同样的我们把好面后继续给它翻转 好两面煎好了 把火关掉 把这个豆腐给它盛出来 锅中留点底油不用再下油了 把这个五花肉给它炒香炒出猪油 开始冒猪油了 这个时候我们往里面加入少许的盐 这个盐就不用放太多了 煎豆腐里也放了油了 猪油后我们把蒜末给它加进去 把它蒜香味给它炒出来 这个肉呢我们也不用把它炒得太干了 太干了它口感柴柴的 蒜香味上来后我们把这个肉给它摊开 再把我们煎好的豆腐给它加进去 再淋上我们提前调好的料汁 把韭菜也给它放进去 下一站锅盖 用中火给它焖煮三分钟左右 好三分钟过去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它来一层少许的红椒片 点缀一下 把它翻拌均匀 翻拌的时候力道轻一点 汁水收浓 可以关火出锅 一份人见人爱的家常下饭菜 五花肉焖豆腐就做好了 外焦理论入味下饭 加点韭菜啊 那味道简直不要太好吃了 喜欢的朋友一起来试试吧 八糟糕